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1月29日礼拜一的第二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话说总负债超过25000亿元的中国恒大集团 今日正式被香港高等法院班领要即时清盘 这宗案件是香港历来最大规模的上市公司清盘案 恒大在停牌之前股价急跌超过两成 好了,在讲到之前,首先要呼吁告一叫记登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恒大清盘的情况是怎样的 提出情请的债权人 就是一家在太平洋赌国撒摩亚登记的公司 答辩人就是中国恒大集团 恒大清盘情请诉讼 历经了多次的提讯和押后 今日最终是由高等法院法官陈正芬决定 要颁令恒大即时清盘 并且会在今天下午颁布书面判决 和处理规管命令 据高等法院的审讯案件表显示 法院在下午会就住行大案件规管命令 进行公开的内庭聆讯 据熟悉破产程序的人士宣称 如果法院发出规管令 将会即时委任临时清盘人或清盘人 公司董事局会即时失去管理权 并且要将管理权交给临时清盘人或清盘人 到底外媒的报道是怎样说呢 路透社在上周三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所说 中国恒大集团主要的境外债券持有人 组成的一个特别小组 计划在聆讯上加入情请 寻求将恒大清盘 故此会增加法院下达清盘令的可能性 出之今天上周就宣布了要清盘 到底清盘程序是怎样来处理的呢 在法院颁布了清盘令以后 清盘人就会负责主理并且监察整个清盘过程 这个清盘人就会在法庭颁令的日期期计三个月以内 召开并且主持第一次的债权人 以及分担人会议 让那些合资格的债权人和股东 决议清盘的事务 即是找冤亲债主来来开会 谈一谈他 那么清盘人就会在股东和债权人以缺之后 开始向债权人分发资产 这件事就重要了 是有先后次序的 在处理完一般的开资以后 包括有律师费 诉讼费 破产管理署费用 和法庭费用等等 剩余的资产就会按照顺序 分发至到优先债权人 和一般无抵押债权人的申索 然后就是无抵押债权人的利息 最后才按照股东的权益 来发烂资产 即是现在手持着恒大股票的人 大劲了 所以不怪他在停牌之前是塌价的 个个争取了 你又不知道他停牌停了多久 得到清本程序完结了以后 到底还有没有资产剩下来分给股东 都成问题 所以肯定是扔的 很多人都应该扔不及了 我们看看债权人 到底他可以获发还多少钱 恒大有很多报导说 他总欠债是两万五千亿元 据2023年初的数据就显示 有大约7200亿元的欠债 就是来自烂尾楼的苦主 有抵押或者有担保 那些债权人 就能够通过出售恒大的抵押资产 拿回部分的本金 就是恒大借钱的时候 如果他是有抵押了出去的 一些资产 比如说问银行借钱 恒大就可能有部分的物业 做抵押的 现在银行就可以拿着恒大那些物业 拿出去的市场上去拍卖 起码也会有多少的渣纳 你也可以有些钱来收拾一下 问题就是 这一笔的钱 未必能完全弥补本金 因为现在大陆的房地产是爆破了 而且你稍后把恒大那些物业 拿出去市场拍卖的时候 别人买的都晓得压价 所以即使是有抵押的债权人也好 未必能收回 这个很合理 但是他就 比起其他债权人来说 或者比起股东来说 他算是收得多钱的 根据较早前市场流传的清盘方案 在大陆境外 无担保 即是没有抵押的债权 他们预计的回收率 就是介乎2%到10% 哈哈哈 这就很糟糕了 那些没有抵押的 你纯粹是靠信字借钱给他 可能有些人买债券 好了 如果你借了1亿给他 最乐观来计算的话 顶尽给你收到1000万 就已经很厉害了 如果是保守来计算的话 可能收到200万 哈哈哈 据统计 恒大有44%的欠债 都是属于无担保的 这班人随时会血本无归 因为你也要先离尝给那些 有抵押的债权人 好了 至于股东的情况是怎样的 如果恒大 没有相当价值的资产 支持他营运的时候 就会被停牌 今早已经被停牌了 假如股份一直被暂停买卖 而恒大最终被清盘 股东就没办法再在市场上出售股份 到时股东是需要通过清盘的程序 以来定他们可以拿回的款项数额是多少 恒大的淨余资产 就会按照一个顺序来分发的 首先就是优先债权人 之后就是一般无抵押的债权人 然后到利息最后才到股东 如果恒大到最后真的是资不抵债的 他已经还了给那些债权人 以后都没得剩下了 你如果到现在还持着恒大股票的话 最悲观来看 是有机会成为废子的 就是这样的情景 悲观点看 如果有些人乐观点就看到 油字及卿的好处了 恒大那些相关公司 其实都是会出事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相关公司就会录得坏仗 当恒大变卖资产来还债的时候 恒大持仓的公司 他们的股份就会拿出去市场变卖 你卖了钱要还钱给人 就会令到这些相关公司的股价受压 到最后 买了恒大那些烂尾楼的苦主 那真是一颗眼泪 现在只连那一档都清盘的时候 当然是没办法交楼 不过 大陆政府会不会 找其他的承建商来买单 这个就值得关注 好了 我们又再看看 究竟恒大债务情况是怎样 自从两年前 恒大爆发了债务危机以来 他的财务状况就是被受关注了 据恒大在上个月公布的最新 未偿还债务情况来看 直到去年的11月底 发行人涉及未能清偿的到期债务 累计达到3163亿元人民币 发行人的预期商票 累计大约2055亿元 发行人标的金额3000万元以上 未缺的诉讼案件 数量是合计2053宗 被人是这样告的 标的金额的总额累计是4900亿元 即是被建策公司或建策公司来告他 4900亿元 据大陆媒体的不完全统计 显示恒大剩下的烂尾楼盘 遍布全国 项目有超过1300个 其中江苏省和广东省都是重灾区 有超过100个恒大楼盘 据新浪财经的估算 恒大烂尾楼的单位 多达162万间 厉害啊 苦苦等待交楼的苦主人数 有600万 这班人典长典长 去年10月 路透社引述龙洲经讯的报告显示 恒大的合约负债 买楼人士提前支付款项 有6040亿元 相当于60万间房屋单位 另一方面 为了获得营运资金 恒大就向员工客户 和承包商 出售的理财产品 亦都停止了 还本和付息 涉及的资金 是有大约400亿元的 这家都很厉害了 找员工客户 来开刀 成包商 如果你还买的 就找自己老衬 他都在欠你的钱 你还买他的产品 据了解 今次委任作清盘人的企业咨询公司 曾经负责多宗世纪清盘 和企业重组 路透社的消息说 特设债权人小祖 推荐法院委任咨询公司安卖 来担任相关的工作 而其他的持份者 就建议由安永来担任 星岛引述消息指出 由于恒大清盘涉及重大的公众利益 债权人包括等待收楼的苦主 和员工 因此 企业咨询公司 将会与内地当局紧密沟通 并且尽量权衡各方的利益 暂时都未能预计清盘的程序 需时多久 路透社的报导之前就说 相关的程序 耗时至少是五年 或者是以上 这件事有时间搞了 但就算要清盘 也不是容易的事 根据有清盘王之称的 德勤中国副主席黎嘉欣指出 处理内房清盘个案 随时要拖很长时间 操作上也很复杂 他说是很难做的 他直言 如果恒大的债权人 有意找德勤来协助的话 他也无意接手 这个烂摊子 从事清盘重组工作 超过三十年的黎嘉欣指出 一般来说 内房企业近年来 经常在境外发融资的债券 但是绝大部分 所募集到的资金 就流入到境内 再加上 房企表外负债数量不少 执行跨境清盘工作 是会有一定的难度 随时令到越来越多的债权人涌出来 最后有没有钱剩 都不知道 而内地和香港的清盘法律 又有区别 即使香港的法院委任了清盘人以后 内地和香港属于不同的司法管轄区 换言之 在内地执行清盘 仍然需要依从内地的法律行使 最重要是不能影响民生 一旦有人上街 就很难处理了 即是说那些苦主 事实上那些苦主 真是很惨的 到现在 恒大都清盘了 但是呢 如果他们背了一层楼上身的那些 就算未曾交楼也好 那又要继续供楼 不然呢 大陆又安一个名号给他们 叫做恶意停泰 去年大家有所闻 所以那些人真是惨了 要不然在外面租屋住 那就交商份了 一边租楼一边就供那层烂尾楼 再不然有些业主就直接 尽住那层烂尾楼来住 这也是很惨的 好了 至于恒大在香港 那些地皮情况 又如何呢 恒大曾经在香港 拥有不少地皮的 最大规模就是 元朗和生围的住宅地皮 在2022年11月的时候 这一块地皮 就是被资产接管人 以6.37亿美元 折合大约是 港币49亿6千万 是出售了的 当时预计 这个发展项目 将会录得7亿7千万美元 即是折合大约60亿港元的亏损 据资料显示 相关的地皮 就是位于元朗的和生围 原本打算是 兴建低密度的住宅 当中就包括一座 面积超过20万平方尺的 超巨型皇宫屋 就是搞了那些假大空的东西 这座东西你说 找人买 找谁买呢 还是恒大老板自己进去住 至于我看那些 平面图 其实建到那些所谓的单栋屋 就密密麻麻 规划就好像是感受花圆 现在搞不成了 另外 恒大旗下的香港总部 中国恒大中心 近年 亦被接管 和推出市场标售 不过一直 都未能够卖出 在2022年9月 这一等的商下 就由接管人 委托第一太平大为师 推出市场 公开招标 以现状年租约去出手 当时的估值 就是有80亿到90亿元 据了解 该笔债务 涉及以中国恒大中心作抵押 以换取回来的76亿元贷款的融资 这76亿是问谁借的呢 据彭博社的报导所说 当年恒大就是向 中信银行国际等的金融机构 借回来的 就是拿这一等的商下来做抵押 在恒大资金遇到问题以后 就影响了整座大厦的运作 第一太平大为师就指出 由于恒大没有钱给那些承包商 于是乎 这一等大厦里面 十一步的电梯当中 有三步 就是停止运作的 真是搞笑 恒大当初说到车大炮 第一太平大为师 就有在北京和上海做过路演 为这座26层的大楼 和其他的资产去寻找买家 不过到现在都是没人问津 没人偷的 看楼的人就有 至于从事相关领域的鑑定师 吸出来的估算 这一等大楼的价值介乎 就是52亿到70亿港元之间 那你死不死了 如果当初抵押这座商下 你是借了76亿的 当时的估值当然不止76亿 你没理由估计76亿是借足的 当时当然不止这个数 问题是现在 你估计也是52至70 万一真的拍卖有人买的时候 那么不幸运是哪个做水雨 或者哪个去接手 52亿都未必到的 所以恒大雇然是有损失 对不对 但是借钱给他的债权人 也很可憐的 借了给你就是76亿 如果卖出去是值50多亿的 他收不回租的 硬是就会变成坏账的 好了 至于恒大目前在香港的住宅项目 仍然是有的 包括位于屯门的恒大军龙湾 这个楼盘在2023年1月 就计划改名叫做提岸 据了解 近这几个月 是正式落实了改名的事宜了 而位于长沙环的楼盘恒大瑞丰 在2021年转让了给合伙的股东顶倍 后来删减了恒大那两个字 就这样叫做瑞丰 我常常替那个妻子高兴 之前有个企跳 又要说一说瑞丰就要说 不要被人冤礼我 那时候我说这个妻子不用同情她的 她已经执倒了 她真的有企跳 大家有没有印象 那个妻子是天桥的企跳 没有跳到 最后当然是 捷回身彩了 虧五十万 让她硬去问亲戚朋友 不停借钱 谷到她上会 现在要虧三球 最新的数字 你想想她虧半球 还可以拿回印花税 还可以恢复她首次置业的身份 已经是前世做了什么好事 真的 她执倒了 走运了 所以那时候我都说不用可怜 谁知道有些人说我冷血 当时那些人怎么说呢 他就说 因为这个妻子 用了一生人的血汗钱 去买恒大的单位 于是他们主张 叫那个妻子 周围向人借 都要借够钱来做这个九成按揭 这些人才是冷血 亦都是无知 目光如斗 井底枝蛙 如果那时候的妻子 听从了这些残言 那就糟了 不单是她付上了一生人的血汗钱 她还要周围去问那些朋友 借了街坊 和亲戚 幸好没有听 谁是冷血 2021年你还敢借钱 上会九成按揭 虧半球也算数 当是重新来过 是不是 是否撿倒 不然她虧三球 这一世心都不安乐 她怎样还钱给那些亲戚朋友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